颜悠悠连起冷峻的毛子,微微叹了口气 还要找吗? 一号的声音在脑海中传来 找?怎能不找? 月儿的血液太特殊,我怕以后有什么危险 一号 什么事? 帮我想想办法,怎样找到那个男人 或者,找到他怎样吸光他的血,给月儿做血裤 哎呀呀,你太狠心了 怎么说也是一夜夫妻百人 晃起,他还帮你解了魅药 滚犊子 我们俩是互相的,他也中了那种药 那他还是两个孩子的爹呢 你别装傻,两个孩子想找爹都想疯了 娘不香嘛,找什么爹 要是让两个孩子知道,你找他们的爹 就是为了吸光人家的血 你说 不寒而栗,不寒而栗啊 不吸他的血,难道还吸你的血? 那你还顺走了人家的信物呢 那不是信物 人家还在你身上刻下记号 颜悠悠伸手摸了摸肩膀处的十字刀痕 五年了,他依旧清晰地记得 当初那利器扎入血肉中是怎样的一种疼痛 你没有用药把那刀痕抹去 不就是为了找他吗 要不是为了育儿,谁愿意留着 房门外,静岩手里拿着一个信鸽推门而入 主子 是老头还是蓝风? 是尊者 师父有心了 主子 尊者说什么了? 京郊寄往山上 师父给我留了一株五色饭桃汁 你去叫颜蓉准备一下 随我一道去 把那个小魔头留在院里 他不放心 颜遇趴在木桌上 他的面前是一位浑身雪白的小鼠 小子,你说我娘亲和大哥什么时候回来啊? 大小魔王去干嘛了? 师公爷爷给娘亲留了一只五色饭桃汁 五色饭桃汁甜吗? 甜,非常甜 骗鼠钱,能不能把你那表露在眼神里的狡诈收一收? 哼,小子啊 你就带着玉儿去找娘亲吧 嗯? 不行 大小魔头会红烧了我 自从知道他的小主人血液特殊后 大魔头明令禁止 不许他和小黑私自带着小主人外出 而且还要保护小主人的安全 小黑? 对,小黑 那只无形鸟呢? 小黑去给娘亲打探消息了 你也知道吗 娘亲只能听懂你和小黑的语言 大魔头说了 只有找到小主人的亲生爹爹 小主人才能自由自在地外出玩 寄望山山脚下 在天地昏黄,万物朦胧之中 娘,今天运气真不错 不但得了五色帆桃汁 竟然还能找到那么大一株眼灵草 是柔儿给娘亲带来了好运 那么高的悬崖,柔儿都能发现岩灵草 嘿嘿嘿嘿,那娘亲打算拿什么奖励我呀 娘亲可以许你一个条件 自己儿子的小心思 当娘的岂会不知道? 真的? 怎么? 你老娘我何时骗过你? 那倒霉 哎,怎么有血啊 是血,还新鲜呢 走吧,别多管闲事 其腰高的草丛里传来一阵痛苦的声音 那声音似乎在克制压抑,却又备受折磨 娘 严蓉看向娘亲 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心口 你怎么了? 没事 就是刚听到那个痛苦的声音时 心里也难受得紧 师公爷爷常说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娘亲救救他吧 你师公爷爷没有告诉你 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 那还需要造什么浮屠? 娘,你是神医 上对天下对地,中间要对得起良心 唉,怕了你 一步步踏进了其腰的草丛里